我们来到这一篇的导演被讲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篇 我们把第一篇的篇题我们一起读一下 爱主并彼此相爱 为着生机的建造造会 做基督的身体 在我们所事和所作上 极超越的路 所以这个极超越的路 就是爱主还有彼此相爱 这个是在我们的所事和所作上 建造造会及超越的路 我们先来导读一下 这里有七个大点 我们自己在主面前导读一下 这个七个大点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因为这个内容相当的丰富 所以我们先来 看一下这个七个大点 这个第一个大点 保罗称赞贴莎诺利加人 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你们众人每一位彼此的爱心 也一直增加 所以这个是接续 前一个系列的信息 在信仰的经纶 所以提到信和爱 信心格外增长 彼此相爱的心也一直增加 而到第二个大点呢 他就进到这一篇的主题 说到我们要爱主 也要彼此相爱 那我们怎么样爱主彼此相爱 第二个大点说 我们要用起初的爱 上好的爱 来爱主耶稣 也要恢复彼此相爱 这个是为着建造 基督的身体 这个就是建造那座神 永远尽论是目标新耶路撒冷 第二个大点讲到爱主彼此相爱 那比较着重的 等一下我们看到 比较着重这里是讲到爱主 那第三个大点呢 就讲到彼此相爱 所以同工长老 负责弟兄 是活力牌的每一位之间 爱必须有效能 讲到彼此相爱 所以前面讲爱主 讲彼此相爱 到第四个大点 就讲到这个爱 不单是一个美德 素质 也是一条路 就是为着建造造会 做基督生机的身体 在我们的所事和所作上 爱是极超越的路 所以这讲到爱 他是建造造会及超越的路 那五六七 就讲到他这个实行 我们彼此相爱 需要有一个实行 就是牧养 所以第五大点 这里用这个约翰福音21章 这里说牧养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 所以在主复活后 他主妇彼得 他牧养彼得又托付彼得 牧养他的小羊 还有牧养他的羊 这是把使徒的执事 与基督天上执事合并 照顾神的群养 就是照会 结果就带进基督的身体 主要是用约翰福音21章 讲到牧养 那第六大点呢 也是讲牧养 不过是用诗篇23篇来讲牧养 所以诗篇22到24篇是一组诗 这个22篇是讲到基督的死而复活 然后在复活里产生许多弟兄 形成召会 而23篇是讲到基督在复活里做牧者 他做牧者 24篇讲到基督在他的国里 做要来的君王 所以他做牧者 那这就是说 这个牧养就把主第一次的来 跟第二次的来连在一起 是主第一次来与第二次来之间的桥梁 这是第六个大点 第七个大点就是讲在牧养的世上 牧养的世上 我们需要有供应生命的亲密关切 这个是哥林多后书七章 因为我们会看 所以我们好不好 我们这个个人 我们在主面前 我们把这个七个大点 我们简单的把它顺过一下 第一个大点讲到信跟爱 我们在信 我们需要这个有格外的增长 在爱 爱心要不断的增加 那第二个大点就来到主题 讲到我们要爱主 要彼此相爱 有起初的爱 上好的爱来爱主 那第三个大点讲到彼此相爱 那第四个大点讲到爱 是极超越的路 然后五跟六都是讲到牧养 然后第六大点讲到牧养 把主这个第一次第二次的来 把它连在一起 那第七个大点讲到在牧养的世上 我们需要有供应生命的亲密关切 我们先简单的 我们自己在这边讲一下 先有一个鸟看的幅画 阿们 阿们 好 我们再来导读一下 这个第一个大点跟第二个大点 底下的终点 我们自己在祷告二零来读一下 一二大点底下的终点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称赞帖撒诺一家人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而且彼此相爱的心也一直增加 所以第一重点就讲到这个信跟爱 它的定义 信主就是接受他做生命 爱主就是享受我们所接受的这人位 所以信是接受 爱是享受 信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要我们用以接受基督做生命 爱是由这个美妙的信所发出来的 叫我们在做我们生命的基督里 能活出三一神一切的丰富 所以这里提到信是接受 他做生命 爱是享受 我们所接受这个人位 那不单是享受这个我们所接受的人位 那后面也说爱也能够活出 三一神一切的丰富 第二重点 对使徒保罗 主的恩是格外增多 使他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又有爱 所以这个一样的 这个信叫我们接受主 爱是叫我们享受所接受的主 所以这个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客观的信仰 是让我们信是接受一个人位 所以我们需要爱 叫我们享受我们所接受的主 那第三重点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都该在这奇妙的信里 并凭三一神这超优的爱 爱他并一切属他的人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在照会堕落的流中 成为主在启示录二三章 所呼召并渴望得着的得胜者 所以这个信就是奇妙的信 这个爱 这个就是超优的爱 这个奇妙的信超优的爱 使我们能够在照会堕落的流中 成为主在启示录二三章 所呼召的得胜者 阿们 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信跟爱的定义 还有它的功效 能够使我们在堕落的潮流中 成为主所渴望的得胜者 好 第二个大点 讲到我们需要爱主 也需要彼此相爱 主的恢复 就是要恢复用起初的爱 上好的爱来爱主耶稣 恢复彼此相爱 为着建造基督圣基的身体 就是建造那座神 永远尽伦之目标的新耶路撒冷 所以第一重点 讲到我们所爱的这位基督 乃是爱照会的基督 当我们爱他 我们就会像他那样爱照会 这个引经以伯所五章二十五节 正如基督爱照会 为照会舍了自己 所以我们爱主 我们爱这位基督 因为他爱照会 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 我们能够像他那样爱照会 第二就解释这个起初的爱 我们要怎么样来爱主呢 我们需要用起初的爱来爱主 这个起初的爱就是上好的爱 照会堕落 开始于离弃对主起初的爱 所以以起初的爱 就是上好的爱来爱主 乃是在凡事上 让主居首位居第一位 然后呢被他的爱困惑 遵从他 并在我们的生活中 接受他做一切 这个底下的引经 就让我们看见什么是起初的爱 这个上好的爱 这里贝罗西章十八节 就是他是原始 从死人中复活首身者 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 所以起初的爱上好的爱 就是让他能够居首位 零后五章十四节 我们也被他的爱来困破 这个起初上好的爱 也是被他的爱所困破 那这里马可十二章三十节 全心全魂 全心是全能爱主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要全 诗篇七十三篇 说这个除你以外 在天我有谁呢 所以这个爱 也是要让他能够做一切 所以这里解释 起初的爱 上好的爱 第三重点 那为什么我们要 用起初的爱上好的爱 爱他呢 因为刚刚提到了 我们所接受的 做我们生命的这一个基督 他是一个人位 所以我们信主耶稣时 所接受的生命 是一个人位 我们应用并享受 这人位唯一的路 就是要用起初的爱 来爱他 做我们生命的主耶稣 既是一个人位 我们就必须与他有新鲜的接触 此时此刻并天天享受他现今的同在 所以这个旁边的引经 约安福音11章25节 主耶稣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所以这个复活 就是主自己 生命也是主自己 然后面说 我是道路 所以这个道路 也是主 所以这个生命 复活 道路 都是一个人位 所以他是人位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 这个后面 灵后五章十四节 被他的爱来困破 起初二章四节 说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 我们需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 那我们这样子来爱 这位人位 这个罗马六章四节 还有罗马七章六节 在这里说 因为他是一个人位 我们也要在 生命的信仰中 来生活 在灵的信仰中 来服事 所以我们需要 与他有这个 新鲜的接触 这个生命的信仰 灵的信仰 好 那第四跟第五 终点 我们怎么样 能够有爱呢 这个第四终点说 我们必须 是一个被基督的爱 冲 冲没 冲击的人 神圣的爱 该像大水那样 澎湃的冲向我们 或使我们 情不知经的 向他活 爱他到极点 所以我们需要 被这个爱 像是大水澎湃一样 来冲击 来冲没我们 使我们能够爱他 那第五 我们要爱他到极点 我们也需要 一生一世 住在神的殿中 然后在神的殿里 求问神 这个是 使我们能够来爱他 好 那我们是不是 也可以自己在主面前 说一下 第一个大点 讲到信和爱 这个信的定义 爱的定义 然后呢 第三 讲到信和爱的功效 是我们在 照会堕落的潮流中 能够成为得胜者 那第二个大点呢 在这里就讲到 我们呢 要用起初的爱 上好的爱来爱主 那这里讲到 什么是起初的爱 上好的爱 这里这个第二终点 那这里也讲到 为什么我们要 起初在上好的爱 爱他 因为他是一个人位 那后面就提到 我们怎么样 有起初在上好的爱 我们需要被这个爱 困魄 冲击 大水冲向我们 我们也要在 他的殿里 这个一生一直在 他的殿里 来求问神 我们是不是能够 也在主面前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一二大点 有点赞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好 我们再往下 我们再来导读一下 这个第三大点跟第四大点 这个底下的终点 我们也导读一下 三四大点底下终点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大点 第三个大点就讲到彼此相爱 前面是讲到我们爱主 那第三讲到彼此相爱 所以同工长老负责弟兄 活力排离每一位之间 爱必须有效能 所以第一终点就点出呢 我们已经重生成为神的种类神类 而神就是爱 既然我们在生命心上成为神 无分于神格 我们也该是爱 这个意思是我们不仅爱别人 我们更是爱的本身 我们已经重生了 我们在生命心上成为神 所以呢我们也是成为爱 我们不仅该爱别人 我们也是爱的本身 第二终点 那我们呢 怎么样 让这个爱在我们里面生发 第二终点 我们需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并被基督的爱困惑 以至于为弟兄舍命 这个犹大书看过来后面 21节 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然后灵后5章14节 我们也被基督的爱所困惑 比前一章22节 是爱弟兄没有假冒 约翰一书3章14节 爱弟兄就已经出使路生了 16节 主为我们神命 所以我们也为弟兄舍命 所以我们因着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就能够为弟兄舍命 第三终点 告诉我们这个爱 怎么样在我们里面生发的 这里说 神先爱我们 神先爱我们 这个上面的引经 约翰一书4章19节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所以神先爱我们 将他的爱注入到我们里面 并且在我们里面产生出爱来 我们就用这个爱来爱神 也爱众弟兄 那这里后面 讲到这个实行上 讲到住在神里面 这个是上面的引经 约翰一书4章16节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住在神里面 所以我们住在神里面 我们就住在爱里面 就是在我们的实行上 过习惯的用这爱 爱别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不仅 这个生发出这个爱 我们也能过一个习惯 用这个爱 来爱别人的生活 使神能够在我们身上 得着彰显 好 那与这个彼此相爱 相反的因素 我们需要提防两个因素 第一次重点 要提防野心 提防骄傲 第一小点说 我们能否在主的手中有用 能够持续的带下祝福 不在于我们能做什么 而在于我们的心有多清洁 所以要清洁的心 就需要截除这两样的事物 截除狡猾 任何形式的狡猾野心 截除这个野心 第二要对付这个骄傲 骄傲就是毁坏 骄傲使能成为鼎愚昧的人 而谦卑会就我们脱去各种毁坏 并邀来神的恩典 所以这里提到了两个点 就是野心和骄傲 那底下三到五个小点 就讲到这个野心 还有骄傲的各种的形式 第三小点讲到野心 就是猎取守卫 在主的工作中增进 野心的表迹 那后面提到才能成功 提到自己的才能成功 完全和美德 是骄傲的一种轻率的形态 那另外第四小点 看见自己 看自己过于所当看 也是骄傲的另一种形态 那还有赐花 赐高 赐龙 赐己意 赐士之意等等 这个是骄傲的丑陋 悲下的表现 第五小点 想要为大 不想做奴服 为首不想做奴 不义 都是骄傲的表迹 所以这里把野心和骄傲 它各种的形态 把它列在这里 那我们若是有野心和骄傲 我们就容易暴露人的缺点 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祷告 也彼此有亲密的关切 彼此的故习未养 并且总是互相遮盖 彼此说好处 绝不暴露别人的失败和缺点 道要彼此赦免 也彼此求赦免 所以我们要彼此遮盖 那第七 这个一面 我们应该要有清楚的眼光 有鉴别力 另外一面 我们应当在属灵的事上 是瞎眼的 这里的引经 这个以赛亚11章3节 他说 他必以这个敬 这个敬畏耶和华为乐 审判不凭眼见 判断也不凭耳闻 所以这个 我们不应当完全的凭 这个我们所看见的 我们在属灵的事上面 应该是瞎眼的 好 第八 这个我们也不应该 怒骂 那这个怒骂 就是严厉或谩骂的责备 借过批评 用恶言攻击人 那怒骂 这里说就是 责备某人 也尖锐地伤害他 我们也甚至践踏这个人 那A 那怒骂呢 就是动手 动手 这个来 这个打这个 同坐奴骨的人 习惯性的苦待 同坐信徒的 那不仅我们 这个不该怒骂 我们也不该听怒骂 这B小点 听怒骂 与说怒骂 一样要负责任 C 就是说到 罪的感觉 是由认识神而来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是怒骂呢 这个怒骂的感觉 是由认识基督的身体而来 怒骂的话 乃是与基督身体的见证相反 所以这里提到几个点 跟彼此相爱 是相对的 好 第四个大点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为者建造造会 做基督身体的身体 在我们的所事和所作上 爱是极超越的路 阿们 好 所以这里呢 前面讲到爱主 也讲到彼此相爱 就把这个两个结合在一起 就说到 爱是建造造会 在我们所事所作上 极超越的路 第一重点 讲到爱的本质 爱的本质 好 在零前十三章描述 爱乃是神圣生命的彰显 好 这里零前十三章四节 一直到八节 有爱许许多多的定义 那这个爱 是神圣生命的彰显 不仅如此 爱乃是纳灵的果子 这个爱 这个纳灵的果子 其中一项是爱 这指明爱的本质是那里 所以我们若没有爱 我们的说话 就如同明的罗 想着拔 发出声音 却没有生命 所以爱是一个彰显 那这个灵 是这个爱里面的本质 那第二重点 讲到这个爱 这些定义 爱是不嫉妒 不经意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凡事包容 凡事忍耐 那爱比一切存留的更长久 并且是最大的 这个灵前十三章十三节 那里说 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 其中最大的乃是爱 所以看见这个爱的性质 它是长存 也是最大的 那第三 也看到这个爱的性质 是义无分别的爱人 主在十字架上 第一个拯救的 就是这个强盗 义无分别的爱人 好 底下四到七终点 就讲到这个爱的律法 这个爱 这个基督的律法 事实上就是这个爱的律 第四终点 生命之灵的律 乃是基督的律法 也就是爱的律法 爱的律 主要是加胎六章二节 那你说到你们要 这个重担要彼此担当 这样就完全满足了 基督的律法 自己的基督的律法 事实上就是指着 彼此相爱的诫命 所以这个基督的律法 也是爱的律法 好 那这个爱的律法 需要借着底下说 由生命之灵的律 将其实化 因为这个爱的本质是生命 所以要实化 这个爱的律法 就需要生命之灵的律 将其实化 那实化这个爱的律法 加在六章二节 这里就是说 你们的重担要彼此担当 所以这个第五重点 就是说 我们就能够彼此担当重担 但是呢 我们若骄傲 就不能担当别人的重担 因为我们是自己欺骗自己 自以为是什么 其实我们不是什么 所以这加在六章三节 人若不是什么 以为是什么 就是自欺 我们自欺 就不能够彼此担当重担 好 第六重点 我们在这个爱的律法里面 爱的律 它在我们里面发动 我们就能够自动 自然的成为牧人 就有父神爱和赦免的心 就有救主牧养寻找的灵 第七重点 这个爱的律 发动 我们就能够在爱心里面劳苦 我们能够顾到 扶住软弱的人 刚刚弟兄提到 我们不应该有隐藏的偏爱 我们该扶住这个软弱的人 那第八重点 所以我们这样子 我们的照会生活 就会是弟兄相爱的照会生活 并且呢 身体是在爱里 把自己建造起来 那九十十一 就是讲到 我们不该有 我们该有 然后讲到我们的结果 我们不该有 这个道理上的知识 叫我们至高至大 我们该有 火热的爱的灵 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是 能力爱 并亲民自首 那结果 结果就是我们作为葡萄 说他吃子 我们借着彼此相爱 我们就能够多结果之 阿们 好 那这个底下 这个第五到第七 大点 我们也是请大家 这个来导读一下 底下的重点 祷告的 把这个底下重点读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计划 好 我们来看这个第五到第七大典 这个第五大典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就是用约翰21章讲到牧养 这个我们彼此相爱的实行 需要牧养 请约翰福音的完整和总结 主在复活后 牧养彼得又脱布彼得 要喂养他的小羊 牧养他的羊 那这个托布就把使徒的执事 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并在一起 那这个是照顾神的群羊 照会带进基督的身体 那在这个交通里面 就看见托布彼得 这个就看见三班人 这个第一班就是信徒 第一重点彼得 对主这个托布印象非常深刻 以致他在前述 他告诉信徒 这个信徒他们好像扬走迷了路 如今就归到他魂的牧人和监督 那有一班是信徒 一般就是这个使徒 或者说这个长老 所以第二 他劝勉长老 长老他们是牧人 勿要牧养他们中间神的群羊 而使他们在牧长显现的时候 能够得着那不能衰产的荣耀冠冕 所以这些这个使徒 他是牧人 能够牧养神的群羊 那第三 这个基督 他是牧长 牧长 所以彼得的话指明 基督在天上的执事 主要是牧养神的照会 就是他的群羊 结果带进他的身体 所以使徒的执事 跟基督天上执事合并 主要的目的和目标 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 这个使徒的执事 与基督天上执事合并 主要是要牧养神的群羊 建造基督的身体 好 第六个大点 我们一起读一下 诗篇22-24篇 诗启示基督的一主诗 从他的第一诗下 说到他来世的君王之分 22篇是关于基督的死 他的复活 以及他复活里所产生 许多弟兄 以形成他的照会 23篇是关于基督 在他的复活里做牧者 24篇是关于基督 在他的国里做要来的君王 这个我们刚刚一开始 已经稍微提了一下 所以这三篇诗 有已过 有将来 有现今 已过就讲到基督的死 还有复活 将来就讲到 他要再来做王 现今就讲到 他是士林的牧者 所以我们需要享受 他作为士林的牧者 我们对他享受 对他有经历 而有一种的 卧出和彰显 然后第二重点 这个启示 牧养 是基督第一次来 与第二次来之间的桥梁 基督在他的天上执事里 现今正在牧养人 我们若有份于这个美妙的牧养 就会带进一个新的复兴 也把基督带回来 好 第七个大典 我们一起读一下 好 这个最后就提到 这个牧养 就着这个牧养的事上 我们需要有 供应生命的亲密关切 这个哥林多后书七章 保罗就提到这些事 他说你们要容纳我们 所以保罗他的恳求 表达亲密的关切 那七章三节 保罗说你们在我的心里 是同死同活 所以保罗他这个表达 是非常亲切感人的发表 然后灵后七章六节 但那安慰颓尚之人的神 借着提多来就安慰了我 所以保罗非常关切 在哥林多前 这个第一个风书信里 这个信徒的反应 所以提多来就带了这个好消息 就安慰了保罗 所以他对哥林多的信徒 有种亲密的关切 第一重点 我们若是没有这样亲密的关切 我们牧养可能会叫人死 这样叫人死 这样就成为不结果子的原因 因为我们缺乏亲密的关切 第一小点就说 这个就像是神话语中的奶 原来是供应生命的 我们应当用 用以喂养在基督里的出信者 而不是用以主他们 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四九节 不可用三羊羔母的奶 煮三羊羔 所以我们的牧养需要亲密的关切 第二小点 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个亲密的关切 我们若有才能执行向工作 但缺少亲密的关切 工作就不会结果子 如果有亲密的关切 我们的心必须是宽宏的 能容纳所有的信徒 第二重点 我们若是这样 我们能否结果子 能结多少果子 并不在于我们的做什么 在于我们有否亲密的关切 然后第三 我们也能够供应生命 是一种温暖别人的生命 我们若要把生命 供应给众圣主 就需要对他有真正的关切 富有情感 既深刻又亲密的关切 所以我们若是有亲密的关切 简单说第二重点 就说到我们能够结果子 第三就说到我们能够供应生命 我们是不是 我们自己也能够把这个 第五到第七个大点 我们能够讲一下 讲到这个 约翰福音21章的牧羊 四篇 这个23篇的牧羊 然后牧羊 我们需要有 供应生命的亲密关切 阿们